媒體、朋友 前面的位置現在是怎樣 前面是剛剛發生什麼事 其實大家可以做前面一點的問題 對 其實可以做啦 反正說留給長官做 喔 是這樣喔 是想說阿 我想同屆還有一個位置 等一下三點的時候會有一個 對 等一下三點會有一個神秘嘉賓來 那大家就會 對 當然現在我們已經有 可能大家有看到我們有神秘嘉賓一號 大吉在附近走來走去 我要先感謝大吉還有那個7-11的阻擋 這個都是幫我們今天把現場所有的這些 包括燈光音響舞台還有這些桌子椅子 都是他們在地的我們台南的好朋友協助 所以先感謝大吉和阻擋 那再來還要感謝那個 眾藝國小借我們這個場地 呃 其實 其實 剛才 後面我們記者問的問題 也是我剛好接著現在想要聊的 欸 我多講一講你們要 打斷普通的盡量嗎 呃 這一張專輯大家知道叫武德了吧 那最早我跟小黑開始在想這一張的 的梗啊 跟這一張的理念 或是說到底我們在寫什麼 就是在 一方面其實也是看最近 這幾年社會上面 彌漫著一種 呃 一種很奇怪的和平概念 例如說如果有人丟雞蛋 你就會罵他怎麼說不理性啊 有人臥鬼 前一陣子不是有人臥鬼嗎 也會大肆的報導說 他這樣子害人家霧點多久啊 你就也不理性啊 為什麼都要用這種暴力的方法等等 所以我們從去年初開始想專輯的時候 就是不是很喜歡這種風氣 呃 開始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到底什麼樣叫做和平 什麼叫暴力 那什麼是對的暴力 什麼是錯的暴力 什麼是真的和平 什麼是假的和平 所以就出現武德這個概念 武就是暴力嘛 武力 德就是道德嘛 那這兩個字放在一起 看起來其實應該是蠻矛盾的 暴力不是就都不對嗎 暴力就都不對 那這樣子怎麼還會有暴力的道德呢 所以開始想 那最容易想的方法當然是回顧台灣的歷史 我們就看我們的先人這幾百年來 他們在處理哪些事情的時候是用暴力處理的 那不代表他們的處理方法都是對的 那對跟錯你要自己去想 不是你都蒙起來說 啊沒有世界上都沒有暴力這樣子 就其實沒有暴力嘛 那到底那一個臥鬼的人是他暴力 還是這個社會對他是暴力 這個都是大家很值得思考的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做了武德這一張專輯 那一直寫一直寫 本來心裡想的是說 啊武德這個字看起來好酷喔 我們總不能寫正當的暴力 對這樣專輯的感覺就沒有那麼 那麼文青的對不對 不能寫那麼直白 所以後來發現武德這個詞不錯 就決定用武德 那再加上發現台灣有很多的武德店 我們就很希望可以 有機會的話喔 最好在這間 聽說校長也有來 還是總務主任也有來 就希望我們也有 未來有機會是在這個武德店 來辦演唱會 那不過這個就是前期在創作的時候的發現 跟想像 到後來的時候 再找資料 因為我們要把台灣人的暴力現場 都整理起來的過程裡面 才發現 物色事件的時候的 日本的這個 腳翻本部 也是在普利武德店 他也是在武德店 然後228的時候 台灣民兵的本部 作戰本部也是在武德店 所以我們本來寫歌的時候 是沒有想說要跟前幾張專輯 就賽德克巴萊、史電、高殺軍 這幾張要有關 我們本來想說 這一次就完全來寫個都無關了 只是把這些整理起來 結果沒想到寫一寫就發現 就 這個套一句馬總統說的 怎麼 我也覺得毛毛的 就怎麼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這些 這個過去寫過的東西 他自己又追上來了 你本來是想說 我們應該有新的開始 開始寫新的東西 結果怎麼過去寫的東西 自己追上來 說 你想要去武德店辦演唱會 想要做一張叫武德 你不要忘記 你以前寫的裡面就有關 所以我們才最後這張專輯 變得更有故事性 也更有 我覺得更有靈魂 因為我們不是只是一直在 看這幾個暴力現場 而是跟著故事的主角證員 回到 像是回到他本來的這個作戰本部 去看所有的這些暴力的現場 因為他 已經被 關在捏進地獄裡面太久了 所以他被這些暴力現場 纏繞著他的腦子裡面 所以這大概是這張專輯的想法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在武德店這邊 其實這真的很值得誇獎啦 我們在網路上面看 大部分保存很好的古蹟 都在中南部 我們就不要講別的一大堆 我們就講武德店好了 現在最慘的武德店都被拆掉了 一個就是現在華光射信 華光裡面 華光本來有一個武德店 然後已經被拆了亂七八糟 現在什麼都沒有 聽說剩下一個石頭之類的 這在台北市 新北市的那一個 新莊的那一個 也是 現在完全是廢墟狀態 那剛修好的是台中的延武場 那本來就已經修好好一陣子的 就是台南跟高雄的 那這只是以武德店為例子 我們看到很多台灣有歷史感 有歷史脈絡的古蹟 其實保留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中南部都保留比較好 那我們發現武德店 在全台灣保留最好的就是在台南 所以 我們這支MV 慕城武德店 整個的包括3D的重建 外面的場景 環境的那一個設計 我們裡面當然完全在棚內拍了 因為這個不可能給我們掉鋼絲 這個大概完蛋 那個武德店裡面 我們大概一定被告死 大概被台南市政府告死 但是整個這個 場景全部都是以台南武德店為主 好我就把這一張專輯的 武德店的想 這支MV的一些概念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兩個 鼓聰一下 你朱祺琳 朱祺琳 今天才被叫我來當司儀 而且我是司儀 不是主持人 我把他上面扭 好啦你們 因為等一下會開放一個時間 就是會開放那個 他會開放一個